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段落 是生命记的三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这一段圣经里面是 记载着摩西之死 摩西他的死亡 因为刚好在上个礼拜 我们家族的家庭聚会 刚好就是探讨到这个段落 所以也是有一些感动 所以在今天晚上和大家用这一段的圣经来作为一个查考 我们来打开圣经生命记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 这边前面的标题是摩西族 就是摩西去世了 那当然摩西五经 到生命记这边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摩西 摩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 但是他绝对不会在他自己死了之后 又写上一些东西 所以这一段应该就是后来的人所为他加注上去的 也可以说是对摩西一生的一个评价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四章的第七节 三十四章的第七节 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分发 精神没有衰败 在这边提到了摩西他活到了一百二十岁 在这个时候来去世 一般人他身体的状况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也没有什么生病 那基本上 他这个就是自然而死 不过一般来讲的正常的状况 是一些身体的器官会慢慢的衰败 可能从五官 从身体里面的内脏 可能有一些的功能 都慢慢的来减弱 所以肉体可能都会有一些状况 精神可能也会比较衰弱 可能在行动上面也会不太方便 不过这边描写的摩西 他到这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他连眼睛都没有分发 还是非常的明亮 他的精神还是没有衰败 也是非常精神的饱满 仍然足以带领着百姓 来进入迦南地 以至于来跟这些迦南人来征战 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子的 继续的让摩西来带领着百姓 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而是将这样的一个责任 交给年轻的耶稣亚 那当然在这时候 他可能也并不是很年轻的 那至少他是跟随过摩西一起 经过了试验以及被神怨重 而成为摩西的接棒者 来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 来为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来征战 那但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 就是摩西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民族救星 他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一个伟人 那当然如果说就整个摩西一生的 一个评价来讲 他是神中心的仆人 他一定能够进入到神所为我们所有的人 预备的那永生的国度 但是为什么在这时候神却不让摩西 能够进入迦南地呢 当然对摩西而言 对以色列百姓而言 甚至对我们而言 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最主要的就是要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或许有一些不了解 为什么会是神要给摩西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最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但是我们都知道整个在这个段落里面 特别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就是对摩西一生做工的果效 所做的一个肯定 他不但是被神 他也被人 被所有以色列的百姓 被后代的这些所有的基督徒来肯定 他这一生的作为 所以这个是我们借着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 也借着这短短的圣经 我们来看摩西 他在这一生当中 他被神肯定的一切 不过可能还是大部分的时间 再提到了在摩西 他的死亡 整个第一节到五节里面 记载着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 我们来看 第一个段落就是三十四章的一到五节 这边是记载他死在摩亚地 他不能进入迦南 对他对我们来讲都充满着遗憾 那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去 为什么神不让他进去 当然主要的圣经提到的是 他犯了一个过错 我们来看一下明述记的二十章 明述记的二十章 明述记的二十章 在第八节到第二十节 第十三节 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段落里面 记载着神 吩咐摩西 拿着他的摩西的杖 然后跟他的哥哥亚伦 招聚费众在他们的面前 然后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 那水就会流出来 那但是当时摩西就照着神的话 神的吩咐 拿着他的杖去了 这个杖是摩西的杖 不是亚伦的杖 那拿着杖去的时候 结果摩西做了一件 违背神旨意的事情 神是要他来拿着杖 来吩咐这个石头来出水 但是摩西来到了众人 来到个招聚的费众之后 我们看第十节 摩西亚伦就招聚费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几手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 费众跟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所以这时候他们又没有水喝 百姓们又在那边大大的来埋怨神 所以摩西就向神来请求 神就吩咐他当做的事情 神是叫他吩咐这个磐石出水 但是摩西却用杖来击打了磐石两下 而且也流出了水来 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但是这件事情神就对摩西生气了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胜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费众 尽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在这边神提出 这个不喜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胜 这个是神在这边对摩西所判得过错的一个评论 不信神 神是叫他吩咐这个水 磐石出水但是他却照着他第一次的经验 第一次的经验 他是用杖来打这个磐石来出水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发怒了 因为他不信神没有尊主为圣 那在这个在诗篇的106篇的33节 诗篇的106篇33节 记载着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那边记载着摩西得罪神的原因 是说了急躁的话 也就是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子不信神 没有尊主为圣 为什么会动怒用杖去击打磐石呢 就是在那些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被百姓这样子的激怒 以至于他说了急躁的话 就忽略了神之前的吩咐 就照着他过去的一个做法 就用杖来击打磐石 虽然磐石也出水了 神还是黏敏了他们给他们水喝 但是摩西所犯的过错 他必须要来承担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有这么严重吗 只是这样子一时的动怒 就不让他进迦南地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用 生命记的一些相关的记载 我们再来做一些探讨 不过这边我们可以有一个了解 这也是在其他的圣经经文当中 有呈现出来的一个教导 就是神对亲近他的人 有格外的要求 在立位记的第十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记载着亚伦的长子跟赤子 他们刚刚被案例为祭司 他们也刚刚经历了一场 非常特别 让他们深深的感动的一个献祭 甚至神从天上降火下来 把这些基物给烧了 那在那个时候 既然在第十章一开始 当这两个亚伦的长子赤子 才刚刚被案例为祭司 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献上了反火 结果就被神击打而死 那这个是让我们也很难理解的 为什么神的要求这么的高 为什么只是一个一时无知的 或是可能浮屠的错误 就遭致这样子的结果 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了解 神对亲近他的人 尤其是特别承担圣职的人 神对他们的要求 格外的深入 那这个有一些就是 当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得罪神的时候 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了解的 我们服事神 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 要能够完全了解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照的旨意 神的旨意来服事 这就对了 我们来看看 神不许摩西进入应许之地 只准他在毕世家的山顶 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三十四章 生命记的三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泊山 上了那以耶利哥相对的毕世家山顶 耶和华把激烈全地直到旦 拿普塔拉利 全地以法连马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中树城 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 都指给他看 摩西 他在前面几章里面 包括他所做的摩西之歌 包括他为以色列百姓来祝福 这些所在地就是在摩押的地方 摩押平原的地方 神要他从摩押平原登上了尼泊山 上了那边 跟可以看到了 跟耶利哥 他的位置是跟耶利哥来相对 并且从这个山上 这边看起来他 站在那个山上 几乎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全地 包括激烈 激烈就是在北边 耶当河东的地方 但拿普塔拉利全地 那个是在北边 耶当河西边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往南边 以法连马拿西 犹大全地 到西海 西海就是地中海 还有南地 南地就是在犹大 在南边的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他们附近的 耶利哥平原 直到索尔 索尔就是在斯海旁边 跟俄摩拉 索多玛俄摩拉 本来是就这附近的五个城市 其中四个城市被毁灭掉了 这时候只剩下索尔 只剩下索尔 所以这边看起来这个山市 好像很高 可以看到了以色列的全地 那至于是真的眼睛看见了 还是神让他开了异象 难够看见了 就不太知道 因为不晓得这个山 到底有多高 可以看得多眼 不过神就让他看见了 神要允许给以色列百姓的 加拿美地 但是神只让他看见 却不让他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记的第四章 生命记的第四章 生命记的第十章 这边有记载一段 我们读起来 都觉得 好像摩西很可怜 其实摩西他 为了他不能进去的这件事情 他也求神能够容他过去 我们来看这个 二十五节 求你容我过去 看耶诞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二十六节 但神因你们的言故 向我发怒 不运营我 对我说 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了 你且上毕师家山顶 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 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 那二十八节 确实嘱咐他说 那你要劝勉这个耶稣亚 让耶稣亚来带领了他们过去 在这边我们看到 其实摩西他 他知道他不能过去 特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神叫他上了这个毕师家的山顶 他其实是非常的想进去 所以他再三的求神 那但是呢 神却没有 因此就应允了他 反而跟他说 你不要再罢了 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 可见摩西可能不只是提一次两次 可能提了很多次 但是神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他的祈求 这蛮奇怪的 因为在之前 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 摩西为他们代求 包括为亚伦代求 为米利安代求 为这些所有犯错的百姓来代求 神都孕允了他 就特别的 只是给小小的警告 就没有这样子来杀尽他们 但是呢 为了这件事情 摩西的祈求 既然神却没有来答应他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思考 为什么这个神不答应他们 不答应他们 那最主要的 我想是要提醒这些百姓 我们来看 刚才 对不起 刚才所读的应该是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五节 第三章的二十五节 刚才我读的那一段是第三章的二十五节 到二十七节 那我们来看第四章 第四章的二十一节 第四章的二十一节 耶和华又因你们的言故 向我发怒取士 必不容我过耶诞河 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那美地 这边在第三章 第四章里面都提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在第四章的这一个二十二节这边 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我只得死在这地 不能过耶诞河 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 耶和华你们神以你们所立的耶 为自己来雕刻偶像 在这边特别提到了 神好像为什么会对摩西这么严格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要来警告这些百姓 提醒这些百姓要谨慎 连摩西为神做了那么大的工作 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 因为没有尊神尊主为大 就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惩罚管教 那如果百姓不谨慎 忘记了神以他们所立的约 甚至去拜了这些偶像 那么神是烈火神是忌邪的神 必定要来惩罚他们 所以神是表明了他的公义 可能也借着这样子 让百姓来得到了一个警戒 所以虽然摩西恳求神 神还是不引领他 说罢了不要向我再提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之后 我想摩西是不是仍然愤怒 混混不平仍然会一直在埋怨神 计较神你为什么不答应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的对待我 并没有记载摩西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来回报神 他也是一样的就默默的来接受了 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神的不应允一定有他的美意 摩西就用安静的心来接受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 一些我们在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犯了一些过错 被神管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发觉 神怎么没有马上就来应允 或是神怎么没有这样子 好像就赦免了我们 还让我们受到了应有的一些惩罚 其实这都有神的美意 我个人觉得摩西的这样子祷告 跟耶稣最后在克西玛里面的祷告 有一些类似 我们人都有人的软弱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够达成 但是神的美意是什么 待会我们还可以看到神 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识 但是我们人可能依着我们人的眼见 我们可能很难去看到的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甚至对神不谅解 不过我们看到在克西玛里面 主耶稣的祷告 祂也是那时候因着人的软弱 祂在这边流泪哭泣地 求神能够免去祂的悲 能够免去这十字架上的一个苦楚 但是祂却说只要照你的意识 不要照我的意识 摩西的恳求其实也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摩西跟耶稣恳求的祷告 可以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魔幻 我们人或许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期待 我们希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神祂总是祂的意念 祂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一定有祂美好的意识 而我们最后也看到了 所以第五节里面就这样记载 生命记者第34章的第五节 摩西就这样子死在了摩亚地 死在了摩亚地 他就不能过去 摩西死在摩亚地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悲惨 但是实际上 正如主耶稣死在 这个悲劲的十字架上面 摩西是死在外邦咒诅之地 承然是担当了迷洋偏行己路 所犯的罪孽 摩西可以说是因着百姓所做的恶 惹神的愤怒 以至于摩西在这样子急躁当中 犯了过错 以至于落到 这个只能死在摩亚地上面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用根主耶稣 为我们罪人 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面 这个来做一个思考 那我们看到摩西承然 也是担当了百姓的罪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 看到摩西之死的一个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 第六节到第八节 这一段里面就看到了摩西的死 基本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像不是被咒诅才遭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地步的 因为在这边特别记载着 神亲自为他葬埋 也就是神自己为他来埋葬 好像神为他来办了丧礼 这件事情 恐怕也不是一般的人 所遭遇得到的 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有几位神的仆人 他们有特别的一些离开世界的方法 我们比较常提到的就是 以诺跟以利亚 以诺就是创世纪第五章里面 以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 他为他的儿子取名叫做马图撒拉 借着马图撒拉的名字来传扬 对当时世界审判的预告 就是当他死的时候 洪水就要来 也借着这样子 以诺来向当代的人 来先扬神所要做的审判 那后来我们也知道 以诺就不见识 就被神接走了 不接走 那当然他是不是死掉了 我们对死的定义就是说 他就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了 所以他是直接被神接走了 那当然就肉体来讲 他不可能以肉体活在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他的肉体也应当就是死掉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 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里面 记载着他被玄风来接走了 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人看到他的尸体 所以这是两个圣经里面 很特别的离开世间的一个 两个人物 都是神非常许愿的这样子的一个仆人 他们是义人 他们是神中心的先知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那摩西呢 摩西的死也很特别 我们来看第六节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 柏比尔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墳墓 在这一节里面提到的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神亲自的为他来埋葬 神把他埋葬 那而且呢 这边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墳墓 那这个当然可能也是一个暗示的一个重点 神亲自为他埋葬 所以呢没有人知道摩西 这个被埋葬在哪里 那神亲自为他埋葬 这个来讲就已经是非常的 这个不简单 表示他是神肯定的一个仆人 神亲自的为他来埋葬 那当然摩西的死也让我们知道 死就是众人的结局 没有人能够掌管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的死法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的绝集应该都是一样 肉体一定会过去 那最重要的是在乎 那神是否已经收纳我们的灵魂 所以重要的是神有没有收纳摩西的灵魂 而不是在于摩西有没有进入迦南地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可以我们来思考 这边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那为什么要不让众人知道 他的坟墓在哪里呢 另外我们在犹大书的第九节里面 看到维经也就是摩西升天记 里面有记载的一段被犹大来引用 放在犹大书里面 那这一句话 这个故事可能也是犹太人他们日后 他们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关心 所以有维经才会 这个就写出了这么一段 当然也许是捏造的 也许是大家在传说过程当中 可能就后来演变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 原来为什么神不让摩西买葬的地方 被人知道 第一是为了避免百姓偶像崇拜的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人真的很软弱 人对伟大的人 伟大的事物 伟大的东西 甚至伟大只不过是数量多 体积庞大 或是年代九月 就可能被人当成是神来敬拜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在九月当中有特别提到两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士师记》的第八章 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的第八章二十七节 第八章二十七节 这是记载的在基殿的时候 他做士师 然后带领的百姓来打败了这些敌人 最后当他成功的时候 众人要拥护他来做王 做领袖 但是他推辞了 他说 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八章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对基殿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店人的手 愿你跟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二十三节 基殿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哇 这句话太棒了 看起来他不鞠躬 他也不想做什么领袖来管理人 他知道神才是真正的领袖 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看起来他的回答是很棒的 不过后来他却做了一件错事 这是接下来的二十四节之后所说的 他就做了一个金子的以弗德 我们来看二十七节 基殿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 设立在本城厄佛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 行了协议 就做了基殿和他前家的网罗 所以在第九章就记载着基殿的家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因为做了这一件事情 他把以弗德把它偶像化 结果就成为这些以色列人 拜偶像的对象 另外有一件事情 是记载在猎王记下的十八章第四节 不过它是在这个民宿记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猎王记下的十八章 猎王记下十八章 这是记载在西西迦王的时候 西西迦王来除灭一件神所厌恶的事情 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四节 他会去秋坛毁坏住相 砍下木偶打碎摩西 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 仍像铜蛇烧香 西西迦叫铜蛇为铜块 或作人称铜蛇为铜像 这一段是记载在民宿记的二十一章 四节到第九节的这一段 因为当百姓得罪神 神就让铜蛇进入他们当中 去咬死了他们很多的人 后来神就吞吐摩西 叫他们做了一个铜蛇 叫他们仰望 并不是叫他们拜 叫他们看着这个蛇 基本上他们就得了医治 那这个是发生在民宿记的事情 后来制造的那个铜蛇 就变成了他们近代的偶像 一直到西西迦王的时代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大概多 西西迦王大概是 大概是祖前的七百年 摩西的时代是祖前的一千四百多年 那所以你看 至少都七百多年的时间点 那他们能这么长的时间点 都还在拜这个东西 所以有一些曾经 这个神借着他 可能来行出的一些作为的东西 可能很容易的就被人把它神圣化 就像我们知道在后来 整个在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圣人就变成神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物件就变成圣物 甚至借着像这个圣人圣物祷告 好像就可以有特别的功效 那这个都是把人跟物把它偶像化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不愿意摩西的尸体被找到 因为如果摩西的尸体被找到的话 很可能大家就把它塑立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偶像 来做敬拜 我想这个在新约时代 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行了神迹 在路斯德城里面就被人 如果摩西的尸首以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你吧 这边提到摩西去世的时候 竟然魔鬼会为着摩西的尸首来跟米加勒来争辩 到底在争辩什么 这个说法不一 那我在尤大叔的时候我会再做一个探讨 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是认为就是这个魔鬼 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摩西的尸体 为他好好的埋葬 为他让这些百姓们来景仰他 纪念他的作为 那但是呢 这个这不是神的意思 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争吵 那有人说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人是指着另外的 对于摩西能不能得救的问题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总是看到 这个撒旦也关心摩西尸首的问题 那是不是他想要利用这个 也来迷惑这些百姓呢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神的一个美意 为什么不让摩西这个尸首被找到 或是说不让摩西能够进入到迦南地 去继续的带领他们征战 我想都有神美好的一个意识 这个我们再来看 生命记的三二四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 以色列人在摩押品言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为摩西基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这个三十日这个是为一些所经养的人 这样子所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悲哀的日子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久的时间 这代表这个一代的领袖的一个逝去 为他们带来无限的一个悲伤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悲伤 并不像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第一节 摩西上了西乃山 四十天之久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烦躁不安 哇 摩西是不是死在山上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 要为他们造金牛毒来带领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败了金牛毒犯罪 那这个时候摩西去世 照理讲又面对着将来 在迦南地的这样子的征战 他们应该更失落才对 他们应该更害怕才对 但是在这边他们只有悲伤 并没有那样的害怕 主要的原因是 神已经继续的兴起了新的领袖功能 要来带领他们 所以这时候他们知道 神并没有离开他们 有时候我们所敬仰的这些长辈们 这些神的仆人们 他们也许因为年纪老迈 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子 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因为神也兴起了其他的工人 来接替这些长辈 来带领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 某一个人的去世 我们就觉得 哇这个教会好像 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发展下去了 并不会这样子 因为神会不断的兴起 他合用的仆人来接替 这些长辈功能们 来继续的带领教会 最重要的是 这些新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属灵的领袖们 是不是能够照前辈的 这样子对神忠心 对神这样尽心 服事的那些态度 能够学习 能够具备 这才是重点 这是我想我们在这边 可以作为一个思考 那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生命记的三十四章 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里面 这边是谈到了 摩西的美名留千古 做工的果效随着他 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 认得儿子耶稣亚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 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行 在第九节里面 特别提到摩西在离世之前 他已经将重责大任 来交托了耶稣亚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的仆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他一定要来栽培 年轻的同工 来使他们将来接续 这些前辈们继续的来服侍神 那当然对于耶稣亚 怎么样子的跟随摩西 神怎么样的试验 耶稣亚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律法书当中 能够找到 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开始 耶稣亚就出现了 那时候摩西就拣选了耶稣亚 来跟亚玛利人征战 然后他就是在山下带着年轻人 在那边打仗的领袖 这就是耶稣亚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然后后来都一直谈到 他是摩西的好帮手 也一直都跟摩西在 会幕当这边来服侍 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 耶稣亚也就跟着去 他就是一直在旁边来学习 不管是在 这一个比较静态的 敬拜的这个方面 或是比较动态的 征战的这个方面 他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磨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 这个民宿记的27章 18节到20节这边 当摩西知道自己 即将要离开的时候 他其实就向神请示 要案例谁来接待他 我们来看一下民宿记的27章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 27章的这边的标题 15节前面有一个标题 拣选耶稣亚来祭摩西的职份 这边不是摩西 直接就案例了他 而是摩西对神说 他摩西是非常尊重神的 愿神万能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来治理慧众 是摩西求神来案例一个人 那当然神就指示 就是指着耶稣亚 那后来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 怎么样的来案例他来作为这个接棒者 将他的尊龙来给了他几分 又在以色列的前会众 还有在祭司的面前 来 这边来把他 介绍给所有的人 来高举了 台举了他 这是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个了解 所以在这边谈到的摩西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成 比如说是被肯定的 一个有好名声的 备受尊重肯定的 就是他把这个接棒的责任 交托了一个和疑的仆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的功能 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很大的一个成就 能够去栽培一些年轻的人来接棒 栽培很多好的传道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果 接下来第十节说 以色列 以后以色列宗再也没有兴起 先知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在这里提到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再没有兴起先知 像摩西的 也就是摩西在以后的人 他所做的功 基本上是没有比摩西伟大 也就是摩西所做的功 是非常的伟大的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他怎么样子来带领的百姓 从埃及出来 他又怎么样子的 在西乃山这边将神的诫命 来教导神的百姓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这样子 所以摩西是整个 绿法时代的一个代表 然后先知时代的代表 基本上我们用以利亚来做一个代表 所以摩西跟以利亚 就是在圣经里面 一直被提到的 两个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甚至在变茅山上 他们也显现跟主耶稣在那边谈论 耶稣要受难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摩西跟以利亚 他们的角色之重要 另外第十节后半人说 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这是表明他跟神之间 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 圣经上说 好像人跟朋友在说话一样 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3章 特别也提到了 神也将自己的荣耀 显给了摩西看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3章 那边提到了 他跟神面对面的认识 谈到了神将荣耀显给他看 提到了神跟摩西之间的关系 好像朋友在谈话一样 我们再看民宿记的12章 民宿记的12章也是谈到 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 那这边最主要的就是 亚伦跟米利亚 他们来诽谤摩西 虽然神也对米利亚 跟亚伦也肯定 我们来看第六节 12章的第六节 神说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 向他显现 在梦中以他说话 那这边是指着神跟米利亚 跟亚伦的关系 他常常是用异象 跟梦中跟他们说话 所以米利亚跟亚伦弄为 神也向我们说话 难道只向你说话吗 这个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第七节之后 神却是怎么样的肯定摩西呢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以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迷 所以神对摩西的指着说话 是面对面说话 甚至直接把自己的意识 意识传给他 让他清楚知道 不必接着看什么意象 才能够去了解 这是什么意思 是神面对面的对他说话 而且说他必见我的形象 这边是神为摩西来 主持公道 来责备了他的两个兄长 兄姐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神跟摩西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就是11节到第12节里面 这边是记载着摩西所建立的 丰功伟业 这边所提到的说 神打发他在埃及地 向把老一切成仆 并他的前地行各样神迹启示 这是指的神在埃及这个地方 来行出了食灾 然后让这些法老王 他害怕 最终将以色列的百姓 就允许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去 但是呢当然后来他又反悔了 不过也在红海当中 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 来这个毁灭了 这个是我们在第11节里面 最主要描写的他的一个攻击 基本上就是在埃及行各样的歧视 再来就是12节 又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 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这边说在以色列的众人的面前 这主要是指着在旷野当中 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去建立了神权的政治 一方面带领的百姓经过了旷野种种的熬练 在这40年当中不断的来塑造教导这些神的选民 当然从民数记第一章跟26章 总共两次的数算百姓的人数 基本上让我们知道 这一些没有信心的人 这一些他们 没有照着神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来行的人 他们最终就是在旷野当中来灭亡 这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五到十一节 那么用很简短的细数 就来描写他们怎么样子的在旷野当中来失败 但是呢 经过了40年的时间 新的一代又兴起 虽然可能有一些人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西乃山来领受神的诫命 不过后来来到了摩亚平原这个时候 神再一次的透过了摩西 来重生了之前的诫命 所以生命记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 就是对新一代的百姓 再一次的来重生神的命令 这都是要来建立一个神权政治的 一个国度 也就是我们在西乃山之约 就是除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那边所说的 是神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 君尊的祭祀的国度 这个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是透过了摩西 他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 在整个旧约最后的结束 马拉基书的第四章 第四节里面 就是描写着摩西 来颁布了神的诫命 当然那您所表示的是 整个这样子 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律法 整个带领了他们走完的旧约的一个历程 那在最后里面谈到的 显大人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 这个当然也是指着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来建立这个神权政治这个过程当中 神最主要的就是引领百姓来敬畏他 也信服神的功能 那这个摩西在这个角色上面 被神肯定为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人 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 里面有特别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强调 那当然这个旧约的律法 到新约时代 主耶稣更成全的这个律法 带出了新的生命 这个都是让我们来看到 神的一个奇妙的旨意 就是神的话 神的命令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 这个神的话语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个是我们能够来理解的 所以透过了摩西的一个服事 整个这个神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民的国度 就这样子的建立 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今 最终我们来做一个决议 摩西死了 圣徒之死 其实就是吸了自己的劳苦 《喜事录》十四章十三节说 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摩西 他所成就的这一切的工作 不再是被神肯定 也被以色列百姓所肯定 更让我们所有的敬畏神的世人来肯定 他能够这样子的拯救以色列百姓 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也对应着耶稣 借着他的一个牺牲 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这样子的一个瑕疵 所以摩西颁布了 这个一月节的这样子的一个律法 当然透过了神的这样一个救 摩西 借着摩西所发出来的救赎 到新约的时候 神以耶稣自己这样子来成就 这样子的一个救恩 其实这个是一个息息相关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思考 摩西虽然最后是没有进入 属世的迦南美地 但为他所亦被得着的 却是那属灵天国永远的基业 所以摩西他没有进入迦南地 这个基本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只是提醒我们 神在凡事上面都有他的美意 也许看起来好像是摩西犯了什么错 被惩罚 但是实际上神可能将更美好的意识 隐藏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所有服事神的人 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 服事神的这件事情 或许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或许我们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神的管教 但是最终我们就像摩西一样 被神大大的肯定 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愿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让我们也像摩西 能够在最终之始的 到这样的这个时刻里头 能够被神这样子大大的肯定 愿我们一生的价值 都能够蒙神的悦纳 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 并且最终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边 我们来唱诗